今夜注定不平静 刚刷头条就爆出了郭敬明的新闻 这次不是身高 也不是小说 更不是电影 而是你懂的 看起来不是假的 都是作家 都是男的 没有必要说是炒热度 一个新闻让人们浮想连篇 郭敬明算是现在最富有的作家 虽然其貌不扬 但是也是日进抖金 刚开始在文坛上混得风生水起 后来随着小时代的火火 也算是进入娱乐圈 最近的《悲伤逆流成河》的开机 更是让人期待 网传主角将分别有陈乔恩和陈学东出演 恩 这很郭敬明 此前早有网友预测 只要是郭敬明的电影或电视剧 男主一定是陈学东 这让网友不禁猜测两人的弯和值 陈学东就是在郭敬明的作品 小时代系列电影中走红 并在郭敬明的绝技中任主演 陈学东和郭敬明的关系 可以说是十分要好 甚至两人还传出激情传闻 有网友在微博爆料称郭敬明和陈学东已经在一起了 并附上一篇用化名 讲述一名老板和老板包养的金丝雀的文章 疑似暗指郭敬明与陈学东现在的关系 随后 王思聪转发该微博 前段时间 陈学东和郭敬明在微博上的关注互动突然取消 接着郭敬明再次关注并截图立正关系并未不合 而在去年的第七深度栏目报道中曾经收到现任通报 称郭敬明与朱子霄的同性恋情确认属实 朱子霄周围的工作人员声称亲耳听到郭的房间内传来两位男性的令人羞涩的喘息声 对此网友们怎么看呢 难道小四真的是直的 他和陈学东的事又该怎么解释呢 而针对李峰的爆料 郭敬明在个人微博就此事回应 一 完全捏造 二 已让律师处理 各位网友 你们怎么看